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 不是说我们诞生于一个真空 然后产生了电子反电子 然后这电子反电子在一起就会就没了 但是可能很多很多在一起之后 会有当中的一个会留下来 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一些就是这个物质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 就我们从后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哲学意义上话说 这个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福提这些 其实跟它有一种对照 不是也很奇怪吗 就真正的地上的万物 包括我们人体 所有这些跟天上的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有对照 所以你看我们文科省觉得你那个我们都瞧不上 我们要一研究就研究根本的 根本的大的问题 这能有所比吗 还是一种负贯 我觉得不可比 因为我这个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我是坚决反对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科学的来说的话 我们要做科学 明天要讲证据 逻辑要对 要有理论去支撑它 然后能够产生预言 就是科学就是能够被证伪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能够预言 你比如像你拿那种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 一划一事件 一杀一遍 对 像这种就是没边的 它可以 不不 这种思辨它是可以没有东西去支撑的 这完全自由想象 但是科学不能这样 对吧 对 但是 你刚才说 先举那个例子 你不能拿来支撑这个理论 为什么 你说一个正电子 一个复电子 你碰在一起就没了 不会的 它一定有别的 对 因为这里头我们现在知道的肯定是有 就是湮灭以后 就正负的东西湮灭以后它最有个能量 对 对吧 由伽马光子出来 伽马光子本身它也可以蜕变成一个正负电子队 或者是正负什么别的粒子队 产生这个产生这种互相转换 我们有物理学 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几个守恒定律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无中生有 或者从有变完全变得没有 对 我们这个凡人的好奇 这个好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太多的咱们不是专业科学家的人 他喜欢这么解读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文学性的语言和一个实证的一个科学 比如说同样是无中生有 不能因为几千年以前有一个圣人说了一句无中生有 那么我们就说他早就发现了 宇宙诞生的秘密 只是巧合他等于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